徐征 徐征 1972年4月18月出生于上海 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 今年来徐征事业可谓如火如荼 导了不少的作品 徐征和妻子素缘尽叫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都说成功男人背后有个默默付诸的女人 这话一点也不假 而徐征背后就有这样一个默默付诸的女人陶红 徐征和妻子素缘尽叫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自2000年 阴春光灿烂珠八戒徐徐征与陶红因戏结缘 2003年两人结婚 2008年12月30日女儿徐小宝出世 结婚时徐征名气愿不如陶红 但在婚后陶红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站在徐征背后默默支持 陶红认为为了家庭 一切都是值得 徐征和妻子素缘尽叫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而徐征在老婆的帮助下 如今通过港九 太久 我不是要选等制作疯狂捞金 电影 我不是要选票房九王突破五十亿 豆瓣评分也是高至九点零 观众的评价也是十分的高 可以说正是寄人在九图系列之后 徐征拍摄的品质最高的电影了 如今 身为导演和主角的徐征 名利双手 作家也越换越好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在妻子怀孕期间 他们开的是一辆奥迪A4 这辆车很适合加油 外观大气 很容易被其外观吸引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徐徐经常使用的一辆作家是宝买X5 这辆车是3.0升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达的8档AT的变速箱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这辆霸气的凯迪拉克XTS 也是徐征常用作家 0-100加速时间18秒 最大输出马力是269PS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作家越换越好 如今的徐征 开设了自己的红珊瑚影视公司 资产早已一计 既然赚了那么多钱 一定要犒劳犒劳自己 所以买了辆劳斯莱斯幻影 价值800万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坐驾越换越好 呆在6.7LV12发动机 匹配一台8速自动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5.9秒 最高车速可达240千米每小时 车重2.5段 这样高配置的车也是很值这个价钱的 向着开着就很舒服 此外这台车也是配上了999车牌 想必这个车牌也价值不菲 更加大气上当次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度假越换越好 而最近印象又即将拍摄 钱就像水一样流进自己的口袋 人出名了 钱多了 徐征的桃花新闻也就源源不断了 徐征和妻子素缘近着曝光 身家飙升 度假越换越好 面对自己丈夫的各种桃色新闻 曾经小桃红对此都是一笑了之 甚至说自己的眼光不错 桃红自己从来没有怀疑或徐征会出轨 啊 说两人的基础就是信任 或许正因为有了这种信任 才使得小桃红如此豁达 感谢观看